吃点饺子 早上呢我一直在忙 我给那个 网站传那个素材嘛 他们还给素材费 好像说是1000至1500 看情况 说是采用了素材 然后一个月以后到账 我一看 这个月也指望不到了 我当煮了十几个饺子吃 我这个辣椒油啊早上又练了一锅 太香了吧 完美 我这次练的比较多 这种瓶子的我练了两瓶 我考虑着过几天不是要离开这儿吗 还有十十一天左右 身上再装上一瓶 路上吃 咱现在也算是会过日子的人了 昨天晚上 脑子一热 做这个凉瓶没成功 那都是我大意了 我今天狠狠的反思了一下自己 昨天的失败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明天再做凉瓶 今天缓一缓 今天事比较多 过会打算出去转一转 这个呢 是刚才他们不知道在哪采的这个桑子 给我拿了几个 我尝一下 挺甜的 嗯 客观评价啊 味道不错 拔吞 我可是在屠鲁番待过的 这个东西在屠鲁番产的特别多 比这个甜 屠鲁番的 你看屠鲁番拿这个桑子啊 做那个酒 现在太阳小了一点 出门溜达溜达 今天呢打算走这边去看一看 摩洛哥人啊 放羊倒是有技术 我经常看见这种就是一个男的 没事干就放上几只羊 路边玩手机什么的 他们这边的羊肉确实好吃 你看这个羊 生长的这个环境 是吧 就注定它好吃 走了 这个呢是我们度假村 房车呢就是从这进去的 隔壁呢是一个土豪家 今儿个我要走这儿 朝那山上走 溜溜 摩洛哥人呢 非常喜欢种植仙人掌 而且这个仙人掌开花 这个果实还可以吃 看没有 这么大一片 那是开的花 看起来我腿就疼 就害怕被扎上 这条狗刚才吓死我了 突然窜出来 对我一顿乱吼乱叫 我丢了个石头过去 它就害怕我 你看好 嘿嘿嘿嘿嘿 鸭的 诶 这边是个什么呀 那有个老爷爷坐在那儿的 哦 应该是个清真寺吧 应该是 那有喇叭呢 每天 准是准点的 就开始念经了 这边呢也是一家人 这就没路了 哇 蛮有意思的啊 散散步 这个是麦子吗 哇都成熟了 麦穗 那这是麦子 这是啥呀 看好多仙人掌 防止点野狗 或者是家狗 一般 一般 能对着我吼的 都是家狗 野狗的话 一般都是灰溜溜的 夹着尾巴做人 就没有那么嚣张 我们朝那边走 哇 看到这个麦田突然想起一首歌 给你们哼一哼 给你们哼一哼 也许我要的太多 都不想你难过 也许应该简单活着 快乐痛苦不说 我们没有理想 流浪没有方向 只是心中的麦田 刚才有个壁虎吧 从这租下去了 不知道拍到没有 留下一片金黄香的美 美梦也无常 这是干嘛的 按理说应该是可以转啊 哦 这不会是让驴在这 拉着走啊 那这个也太苦了 搞不懂啊 按理说应该是让它这样子转转转 压东西的 总是心中麦田 守着每一片金黄 灰溯是我的理想 让生命把它埋葬 词儿有点忘了 麦田守望者的 这个在路上吧应该是 诶 这条路吗 其实我就想到那去看一下分景 就那么简单一个事儿 今天呢我就学聪明了 穿着长袖 而且还戴着帽子 刚才呢走树林 有些树枝就会刮到这个头顶上吧 如果不戴帽子的话就很危险了 所以说 不但要穿长袖还要戴帽子 哎呀走这儿啊 到那个坡上去溜达溜达 我现在是不是已经进了没有路的地方了 哎呀不好走啊 走这儿 这就是摩洛哥的农村 实在是对不起啊 我不是故意的呀 没路走了 哎呀 哇 这是一片什么花呀 哎呀 哎呀想想这个小山谷啊 把我活活都困了60天 有点意思 走到那儿去 这里呢就是摩洛哥北部的农村了 啊 环境呢真的是不错 正二八景呢要是有辆房车 四个人 再来一副麻将 哎呀卡里再放上个一二百万的也不慌了 你把我困半年我都不慌 啊 那边走估计就没东西了 就是无尽的荒野了 这边呢也没什么人 在这儿蹲着看会儿风景 哎 顺便想想事儿 就是明天是10号 我还有大概11天 21号的时候就应该能从这儿离开 朝着这个拉巴特那边走 因为呢我还加入了这个 摩洛哥的本地的华人群 我到时候问一下拉巴特那边有没有华人愿意收留我两天呢 我主要是到他家去跟他聊两天 我的话如果说坚持到21号的话 正儿八景呢就是60多天 没有跟我们中国人面对面的就是用中文聊天 啊这种感觉真的是最难受 就没没什么朋友嘛 就一个人困在这儿 而跟他们这个就是摩洛哥人交流呢 他们都说的是阿拉伯语 他们的阿拉伯语啊 还不是说是正儿八景的那种阿拉伯语 就是相当于是摩洛哥北部山区的那种方言 嗯你说咋整啊 所以说我用那个正儿八景的翻译的啊 都不一定能翻译的对 他给我说个啥 说一大堆咯啦呱啦的 最后翻译出来的可能就七八个单词我能看得懂 你说没法交流 那些房车老外呢 他们的话都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 就是说在自己的房车营地基本上是不出来的 就一直在那里头待着 反正他们自己玩 而且那都是德国人和法国人 要么说德语要么说法语 唉咱也是听不懂 唉 所以说 这一带就我一个人自己玩 唉 走了下山 要是有一匹马多好啊 让我们红尘做晚 活得潇潇洒洒 怎么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对就当歌唱 处心中喜悦 轰轰烈烈把我青春年画 哦哦哦哦 还好我眼睛艰难 不然的话真的是 差不多红尘就该结束了 就只能唱可惜不是你 陪我到最后 走这儿 这边就回去了 这个是什么林子 咱也搞不懂啊 也没人问 这个视频呢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找到一只蒲公鹰 把它放飞了 你看 总有不想离开家的 哼 好了吹不掉 哼哼 再见